我們現在就來介紹雙點模式 如果說老師在設計照音的時候 有需要到圖片或是文字的拖移的話 可以使用這個雙點的模式 像是這個已經把那個句子排列正確 那我們就一起合作把這個提示句合作 然後把它給排列正確 開始囉 好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了